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是The Dylan Behind the camera 是叫Kelvin 今天我们在 South Lake 就是我们Pemaijaya 这边有一个新的住宅区 我们这一个Unit 是一个Single Story Semi Detached 它的名字叫Eden Villa 一个很漂亮的名字 之前我们给你看我们的Droneshot 如果你们还没有Subscribe to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要Subscribe 我们现在就给你看一下我们的Droneshot先吧 请先余添机 与 cite Bali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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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走路会有一点一拐一拐的 因为我打东西太重的时候 打到我的大拇指 所以我现在走路很痛 好啦,这样我先带你看我们的车房先 你看这一个车房是全滑了的 然后这一个车房呢,它大概是可以 搬到4辆车是没有问题的啦 然后它这边铁门,给你看一下 哦,看这一边的啦 给你看一下这个铁门 它是这种Bifold 的啦 然后是Standard Steel 的 好啦,这样我们现在看完我们的车房 我们直接进去里面吧 哦,要给你看一下这个美丽的 Feature Wall 先吧 还蛮漂亮的 然后你自己再加多那种Spotlight 然后你再打去这个石头 就会很漂亮了 好,那我们进去吧 我们来到它的大门 你看它这个门真的比较大的啦 很大的大门 我们进来吧 进到我们这间屋子里面 它是一个4个房间 三个厕所的Single Solar Semi Detach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 Entry Area Foyer 然后它这边是有这种 Skinny skinny 瘦瘦长长的玻璃 所以你看阳光是很充足很亮的咯 可以放一个桌子在这一边 放你们的锁石、钥匙 什么 然后呢,可能你们在视频也看不出来啦 它这个地砖 它是那种粗面的咯 所以踩在地上也蛮舒服的啦 其实 好,这样我们进来我们的客厅 它客厅是在这一边 它很大很大 然后窗口有三个 四个在这一边 你们就可以做那种 Cabinet啦 坐在这样高 然后就可以在这边看书啊 或者直接看电视啦 沙发来讲 你们就可以围在这边一个L shape咯 就可以做一个Divider这样 然后你们的电视柜啊 TV cabinet就可以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天花板是很高很高的 应该有12吨吧最少 然后它很高 上面呢 还会有 那种小小的三个窗口啦 所以阳光来讲是很充足的 OK 这样我们看完我们的客厅 我们就直接来我们的饭厅 这边呢 你们可以变成你们的Dining Area 放一个圆桌 这里 就是我们的Dry Kitchen Dry Kitchen 会在这边呢 你们可以做一个Cabinet 然后它这边已经有那个 排水 排水孔了的啦 所以你们这边也可以放一个洗碗盆 这边都已经有插头了 好 我们看完我们的Dry Kitchen 我再带你们看我们的Wack Kitchen 它这一间的Design 跟我们通常看的不一样啦 因为通常是Dry Kitchen 在这边 然后走去后面就是Wack Kitchen 不过这个它不一样 它是在这边 是过了这个 sliding door出去啦 好的 这里是我们的Dry Kitchen sorry 我们的Wack Kitchen Wack Kitchen 这边是直接走到后门这边去的 我就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地先吧 洗碗盆在这边 然后你们的灶台就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边就是洗衣机的地方啦 这边有一个插头 Wack Kitchen 可以放在这边 它这边那种排水孔 已经全部在这边了啦 好 这样我们来带你看一下后面的D吧 OK 这样我们走过来 所以它的D呢 也是很大 它这个Project来讲 它的D全部都是10点以上啦 这一间来讲 它的D是大靠近11点了咯 所以这一个屋子来讲 它就没有一个后门 没有一个后门在这边咯 所以只有从刚才我们那个Wack Kitchen 那边走出来了咯 好 这样我们看完我们的后院 我们再直接去看我们的四个房间吧 走回来呗 我们先看我们后面的两间房间 就在这里 它有一个走廊这样啦 OK 就有点不习惯啦 通常我们走到最后面就是后门嘛 不过这个不是后门咯 这里是我们的Public Wash Room 所以每个人用的洗手间在这边 洗手间就不用看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后面的这一间房间 OK 这个的话 比较刚做 呃 女用房啦 做Store Room 或者放了一个Single Bag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啦 来 我们第二个房间就在它隔壁 它的Size跟它差不多 所以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窗口咯 所以都很阳光 都很充足 都很亮 哦 我才发现到它的门是有一点稳的咧 有点Design OK 这样我们就去看我们两间Master Room 因为它其他两间房间都是很大的咯 而且它们都有自己的洗手间 就带你们看一下先 好的 这个是我们的Master Room No.1 它有它自己的洗手间 这一间应该不算是Master Room啦 因为它的这个洗手间 它是只有一个洗脸盆 另外一间它有两个洗脸盆 不过两个都有自己的厕所啦 洗手间 来 这一边就是我们的 也是有窗口咯 所以也是会有阳光啦 你看这一边 这里以后就是可以放到 冷气的那个Compressor 房间一样也很大 它可以放到Queensize bed 你们可以做那种 built in wardrobe 在这一边咯 好 这样我们再去看我们的第二间Master Room OK啦 所以就是这样 Master Room在这边 跟刚才隔壁一间房间一样 所以我讲它有两间Master Room 因为它两间房间都一样大 不过唯一的分别就是你看 它这一间的话 它的洗脸盆就有两个了 his and her 所以这屋是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的都一样 窗口来讲 它也是会有一个窗口 是Facing 车房咯 刚才那个是Facing后面 这个就Face我们的车房 好了 这样我们这一间屋子就看完了 现在我给你一个conclusion吧 In conclusion 我们这一间Single Story Semi Detached 它这个屋子呢 是在我们Miri South Lake 这边 是我们这个Permine Area 的一个新的住宅区 它的Land Size 有10.3 point Build up 是1436 sqft 这一间屋子是完全新的 还没有住过的啦 价钱来讲呢 是卖600千 或者60万啦 如果你们对这间屋子有兴趣的话 或者想要做 Appointment来看的话 可以在这边联络我们 OK 这样我们今天的video就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video的话 记得要like 把这个video share出去给你们朋友看 还有subscribe 给我们的channel啦 Until next time Bye